在巴以持续多日的战火当中 无辜平民的伤亡最让人无法容忍 20号以军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突袭的力度 造成了三名新闻工作者的死亡 当天以色列战机空携了加沙城内 两辆正在行驶中的汽车 造成车内三名新闻工作者丧生 其中一辆工作车在被袭时 车顶贴有明显的新闻媒体标志 据路透社报道 这三名不幸身亡的新闻工作者当中 有两名是哈马斯下属电视台的记者